目前我在日本养小孩 照顾重病的家人 我真的好羡慕台湾的台家 理由直接告诉你 哟 大家好 我是个不许多么 好多么也好多么 爱 在台湾的台家 最近 一直都是零确诊对不对 好像听说 30几天的零确诊 零确诊 我真的羡慕你们 因为呢 我最近是因为家人生病的关系 回来到日本 现在 我家有3个 很辛苦的人生大事 哟 呀 第一个就是 养小孩 而且是婴儿 辛苦 第二个 同意在日本是不像台湾 一直都是零确诊啊 什么的 跟台湾比起来的话 真的很严重 而且是 Majeto 走一走的时候也觉得 日本人真的是没有防疫的观念 超辛苦 第三个 照顾重病的家人 因为是爸爸前病的关系 我们是回来到日本 所以要照顾 家人 嗯 非常辛苦 嗯 照顾近来 谁吃谁吃谁吃 照顾大人 谁吃谁吃 照顾近来 再次去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啊 啊 对 对 真的 人生中呢 一家就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家过来了 三家 一次满足 人生三家怨恨 哈哈哈 踩到国室之后 跌倒 然后受伤 然后发现自己拿着的冰淇淋 沾到安妮奇的衣服上面的 这样子感觉 有没有从来的案件呢 没有 但是就真的呢 非常感谢大家 很多人说 你爸爸回家真好 非常小心 嗯 我懂 这个非常的美好的感觉 我懂 但是呢 应该大家也没有想到 这个三件事情 他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个呢 应该是 不是单狮连的话 应该不知道的事情 真的是大家也知道 日本的疫情 台湾的疫情来讲的话 日本没办法放心的状况 然后在家里有 有小小的小朋友 所以现在我们是非常小心 然后大家也知道 在家里最安全嘛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家里照顾小朋友 公园是会去 但是很少 例如说做交通工具啊 或者是要去圆一天的地方 那这个是我们是人类当中 台湾也是之前呢 严重的时候也会这样讲嘛 不要去门 在家最好 对不对 我记得 我觉得是 不要去人类的地方比较好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又是爸爸北断来后 喂 这个时候 很少人 会来运动 因为我爸爸即将是在家里 治疗的关系 已经开始很多的业者 进来我的家里 一直安排行程 然后签约 签到签不完的 因为也有人是看家里啊 这边要施工比较好 这边要把手 这边是怎么样 怎么样 不能进去医院的关系 变成很多人是来我们家 然后 三个礼拜是夸张的 八个人 九个人 坐在我们的家庭 然后就讨论 而且是他们不是一般般的日本人 第一个住家医疗的医生 然后第二个 专门住家医疗的副师 第三个 副健师 第四个 住家的康复人员 第五个 木工 第六个 直接医疗器材的业者 第七个 主要照顾我爸爸的照顾经理 日文叫做 所以总共有 其实刚刚也有来的医生 还有副师 然后这些医疗人员呢 不是一般般的日本人 是因为 脂肪棉袍 很多的病人的家里的 医生 副师 看副人员 不是那种一家医院 带杀的人 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 对 没错 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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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 来来一个人 就做一次 来来一个人 就做一次 来来一个人 就做一次 然后很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 我是 比不贵病的人 小典 所以我的手已经裂开 还有我的脚 已经裂开的 痛死 但是一直都小典 来啦 小典 来啦 小典 我们的头发已经断掉了 这个可以分解的头发 但是这个不可以分解的地方分解 接不上去 而且大家知道吗 酒精这个东西是 很会伤皮肤 而且是不可以一直吸进去 这个喉咙也是会受伤 所以我的手 已经是 擦一次 喷一次 痛一次 应该台湾的大家里面也有 同样的酸款的人吧 我爸爸真的是要开始 在家治疗的时候 变成怎么样呢 医生 一周来一次 富士 一周来两次 富健 一周一次 康复人员 一周五次 提供杯啊 那啊呢 真的是一个 阿尔蒙的感觉 我怀疑的事情是 他们是不是 跟小典一的公司 有没有勾结 然后就 会让我这样 每次都把 免把 免口的椅子 全部都要消毒嘛 我觉得直接 那个免把 拔掉就算了 不要再消毒了 换钱 自动免就好 欢迎自动免的公司来 找我 开的话就 那天转自动免 然后就我会努力的 告诉大家 自动免多 在家照顾 没想到的事情 很多 然后因为有这些事情 所以我是想到了 解决的方法 第一个 就是 生活的空间 上下分开 一楼是 主要是 照顾爸爸 然后二楼就是 主要是 养小孩的空间 小朋友在的地方 然后不要外人进来 小朋友也是 尽量不要一楼玩 还有是 空气清洁机 全年无休 火力全开 像是7-11的人 他们没有休息 因为一楼是 主要外人来的地方 所以一直都在开着 二楼也是有 第三个 门口放消毒液 每人必喷一次 我家就是百货公司一样 其实呢 他们是专业的人们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有自己带自己 喷了 进去 没有喷 我有看 OK 进去 来不及 我们买的新的东西就是 这个 这就是KONAR 养护照 嗨大家 有了资格 我们不需要菜买 菜食用 消毒液 告诉大家为什么 网络上有看到 日本的医学的报道 荷养是个非常棒的 天然抗菌球球因子 而且是对冰的 还有破坏的作用 荷养脏 然后这台就是KONAR的养护照 从这边呢 来到 这样子 直接是水龙的这边 然后 给大家好好看一下 开 开 好了 第一就是亮灯 亮灯就是 这边呢 出来的水都是 荷养水 这个机器会吸气 然后O2变成O3 然后O3融入在水里面 这样的机器 然后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用这个 是因为O3 氧气4 可以消去细菌的 有抗菌的效果 而且是这个出来的水 15分钟后是 变成一半半的水 所以没有发学的残留 是天然的抗菌水 小朋友才用的奶水 或者是奶瓶 我是都用这台来清洁 可以有效的消去 瓶子里面的奶味 所以瓶子里面不会残留奶味 也不用担心小朋友 吃到化学的清洁剂 奶瓶啊 奶嘴啊 或者是小朋友的玩具 都可以用这台来洗 而且是这个不像酒精 散到皮肤 散到喉咙 不会 刺鼻的味道 也没有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 用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到的是那种 下雨后的那个味道 然后呢 这个有后的美国FDA 管理局的安全认证 直接开水 洗手菜 洗水果都可以 然后 然后洗菜洗水果的时候 有效的分解农药残留 这个是75%以上 抑制细菌滋生 99.98 厉害 然后这个不是我突然讲的 这个是SGS的认证哦 这个机器是 电燃的氧气 转成活氧 就是让普通的水大升级 再也不需要买 大容量的小毒液 然后一直都散手 而且是 省大笔钱 没有耗材 就是转了 开水就OK 也不会像酒精一样 带走终部的水分 而且好厉害哦 这个一般家庭之外 还有用到美国的医院的 休息之前 一生要洗手的时候也用到 台湾的话 大宗的公园 用的那个厕所里面 也有用到这个机器 还有的话 很大的联手餐厅 西菜的时候也用到这个 就是 虚菌 虚臭 而且是分解农药的残留 就是这个 有了这个之后 真的 我用酒精的 刺绣是 真的下降了超多 而且是 住库内养肤灶 就是安心的MIT 请大家用看看吧 有兴趣的人 看我的链接吧 嗨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大家多多 订阅我的频道 请按赞 然后分享 我有Facebook粉丝 也有Instagram 请大家多多追踪一下 然后YouTube的话 我刚不及的副频道 还有另外一个我的副频道 请大家多多追踪一下 然后我也有吃了书籍 然后这个也是金酥丝 卖得好 我的思考的方法 或者是逻辑 这些事情全部都写在里面 所以请大家多多看一下 那么大家 下一个影片见到 拜拜 再见 请不吝点赞 发言